上网 已经快了 上网这明显快 对 你明显能感觉到 他中间这个步排的加速了 其实碰上这样的对手 其实还是挺头疼的 就是你想赢他吧 你不费力 你不行 你还 他虽然球不是很有威胁 但是吧 你不卖力 不加速 好像你也打不死他 就那种黏黏糊糊的特别头疼 可是你赢了他又不说明问题 就是说在别人来看 赢左左目翔 人家也不觉得你 就多突出多好 就像之前我打女双 我也会看到日本的这个选手 我也会很头疼 他们没有什么得分的手段 可是他们就是跟你死拉 就是你想赢他们 就得付出很多 不费劲还赢不了 赢了呢也不觉得 那么痛快 你知道吧 刚才又是林丹的回球出界 16比15 还是左左目翔领先 但是从第一局总体打到现在来 感觉还是林丹不是很兴奋 对 对 他自己的可能这种整体的状态 还是没有完全能调动起来 但是现在只差一分 还是双方都有机会 好球 他在往前的这个出手 手上有停顿 因为对方不敢先动 影响了起动 对 第一他本身他自己的这个 击球的这个落点就比较高 他可以做很多的动作 加上他手上的这个出球的速度 又会比较快 出击 去掉一拍 对方推的这个不错 防守反击 明白就开始加速了 但里的防起再挡直线 出界 对 这个球 但是一般营动员 渔越之后一般是起不来的 他能起来说明 他这个个人能力 已经是非常的强了 林丹比别人强的地方 对 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很喜欢渔 就是渔越球球 用的非常多 对 对 所以我的很多业余选手朋友 他们都会问说 那我渔越完了 我为什么会起不来 这事还是一官司呢 这个因为 以前也有些老的名将 也说过 这说明林丹步伐不好 你老渔越说明你步伐不好 对对对 但是也有支持林丹的球迷 我看也是说 现在这么快 哪有都能到位的 就是该渔越就得渔越 我能起来不就 能赢球不就行了 从专业的角度 和从这种 爱好者的角度不一样 对对对 是不太一样的 十七平 我们看到李永波 和夏宣泽都在 趁着林丹 就是这一分球 休息走到他们附近的时候 大声地给他鼓劲 让他抓 希望他能抓紧 这个战机 对 挑球出了底线 这时候我估计 李永波跟夏宣泽两个教练 心里有点打鼓 有点如坐针毡 这怎么回事 突击一拍 拖对脚 四线还是事业记内 18平 现在能感觉到林丹的加速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 他这个加速不如之前 或者是以前的比赛中 看到的这么有突然性 所以可能这个效果上面 好像也体现的不那么 不那么好 现在看关键分了 18平 起球 刷中路 质量不高 这个 左走木翔还真是一直在抢弓 不轻易起球给你 他一直在死